文黄思卷本文首发与体坛压,本赛季首个欧战比赛中,上赛季丢盔气甲的得甲,算是杨梅图气了一把,起之球队拿下四胜两瓶衣服的佳季,其中欧冠二胜,二瓶不败。 欧联杯则有十元应战的法兰赫福,客场2比1逆转绝少圣洁亚军马赛这样的假作上演,在少打一人超过半小时的情况下,法兰赫福客场2比1逆转绝少马赛,上赛季首个欧战比赛中,得甲只靠半人,赢下一场主场三比令,几外高早就少打一人的安德兰赫特,但场面并不理想。 其余五队两瓶三副,福来宝在欧联杯资格赛就出局了,为后来的欧冠仅百人一队出现,欧联杯小组赛全局父母的惨剧奠定了基调,2016-17赛季,得甲也是开局紧一副,但当时只有六队参赛三胜两瓶,最厉害的是2015-16赛季, 得甲首周拿下六胜,紧门新格拉德巴和在欧冠输球,横向对比,得甲四胜两瓶一副与西甲十瓶,不过西甲有三胜一副来自欧冠,含信量略高,英超在欧冠一万,帝吃了两场半仗,加上波恩利早在欧联维茨格赛富加赛出局,守了只拿到四胜二副,利甲同样只有六队亚特兰大,在欧联维茨格赛富加赛出局, 在欧冠二胜一平一副,在欧联维茨货二胜,总计四胜一平一副,换言之,斯大连萨大欧将首轮竞争,德甲与西甲并列第一,藏各国均取四胜,竞争相当激烈,替普登,场的普利西奇幸运绝杀,多特蒙的客场一比零击败布鲁日,难门可贵的是,德甲四胜全部来自于客场, 白人二比零完正同组最大威胁本菲卡,为2015年12月以来首次欧冠客场迎风,多特蒙的依靠寿新普利西奇的乒乓球, 侥幸的一比零绝杀波鲁日,场面虽难看,但好歹是一炸机超越上赛系整个小组在阶段的积分, 队是最差的两平四负,德甲开局锦尼正二负的法兰赫福与三连半, 德勒沃古森军在欧联为反败为胜,分别逆转了马赛和卢都格雷茨, 过程当性回肠,于是首轮战罢,德甲本赛季欧战系数, 已经拿到4.357分,接近上赛季系数,9.857分的一半。 更重要的是,在五年排行榜上,德国得以重新拉开与第五名法国的差距, 本赛季由于要去掉2013到14赛季的系数,德国足足失去了14.714分, 法国仅损18.50云分,优势缩水了超过6分。 算上本赛季系数,德国依靠良好的开局表现,五年系数回升至61.070分, 而法国只有51.498分,首轮仅二胜四负,仍保持将近十分的优势, 保住前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本赛季开始,四场连赛都直接拥有四个欧冠正赛席位, 而第五和第六名均只有三席,考虑到上赛季下人的颓势。 单元董事会主席鲁梅尼格,本周初,向德甲发出过警告,如果继续消滑,我们就会失去赶位,以过去两年的趋势。 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年仅19岁的德国新界国脚,哈福磁打击二脚精彩的远射, 率领了沃库森客场3比2,逆软卢多格雷茨, 德甲新赛季的欧战开局固然积极, 但也必须指出,四上两瓶一副世界力赛没有遭遇四大连赛对手的基础上, 甚至连法甲对手也只有一个。 到了下一轮,德甲所面临的挑战就会升级, 霍芬海姆要在主场迎战首轮以外,落败的英超冠军曼城, 多特蒙德要对战一年半之前,令他们留下苦涩记忆的法甲亚军摩内阁, 而法兰克夫则要接受一架第五名拉齐奥的挑战, 不过德甲本赛季迁运起家,欧冠德败人和沙尔克林斯, 欧联贝德勒沃库森和莱比西都完全避开了五大连赛对手, 因此无论在小组赛哪个比赛日, 德甲所面临的困难总体都不会太大, 尽管总体状况喜人,甚至不乏惊喜, 但德甲在这个欧战比赛,周也留下了巨大遗憾, 在举世瞩目的首场红牛德比当中, 上赛季删入欧元威八强的莱比西表现卓越, 上半场就已0比2落后, 尽管在比赛尾声成功扳平, 却在第八十九分钟惨凿小弟萨尔茨堡绝杀, 成为首轮唯一落败的德甲球队, 莱比西偶尔比菲文心远海德拉破门, 帮助萨尔茨堡一度2比0领先, 不仅仅是这场比赛, 莱比西赛季开始以来总体状况一直令人担忧, 德甲强两轮, 他们都来能获胜, 直到上周幽才赛主, 场3比2显胜若履潘若维九十幽, 而自从世界杯以来, 就一只望穿射门靴的蒂莫维尔纳也终于爆发, 上演没开二度的好戏, 不过由于肌肉受伤, 维尔纳没有参加这场红牛德比, 而主帅朗尼克则照常大幅轮换, 首发阵容有七个位置半人, 就在这种不断的大幅轮换当中, 莱比西被折腾成了弊牛, 特别是缺乏默契和领袖的后防险错路摆出, 萨尔茨堡第二十分钟首开记录的进球, 来源于后1123颗的回传失误, 仅仅两分钟后, 莱比西防线右路又急急走神, 让萨尔茨堡队长乌尔默轻松半月位, 插出进去组类位柄, 圣传将在东窗加蒙莱比西的满语中场海德拉轻松吹入后门, 莱比西主帅朗尼克心急如焚, 在场边对波尔森面受记忆, 一怒之下, 朗尼克在中场休息后, 就一口气换完三人, 泰山丹麦中锋优素福布尔森, 四肢后摇的队副德莫, 以及十四任代山羽的主力佐诈哈尔斯腾贝格, 但球队的精神面貌和技章术状态并无明显改观, 直到第七十分钟, 去下从萨尔茨堡转会而来的兰莫才凭借个人努力, 反场乌尔木成功后担当搬回一城, 第八十二三中, 另一名萨尔茨堡就像, 本场带山队长秀标, 大坎普尔基哈尔斯腾贝格分球后从左路传中, 乌尔森以泰山压顶制式头锤扳平, 本以为莱比西可以就此避免一场耻辱性失利, 但第八十九分钟, 刚刚替补登场的布莱梅前队长犹如左围棋, 反击当中在中圈完成一脚一步式的歇尾脚传球, 要现活跃的奥地利新星和内斯沃尔夫前查拿球后, 妙传身后的居尔布兰森, 替补登场的挪威前锋单刀破门, 将比分锁定在三比二, 在这次反击当中, 军威十九岁的首发双中卫, 于他梅卡莫和科纳特洋上进出, 如同两只眉头苍蝇, 简直是莱比西本场表现的缩影, 扎比策冲着后方小贾科纳特怒吼, 赛后媒体都将毛头指向老尼克不顾一切的轮化, 将瘦则为自己辩护道, 我们没有选择, 我们有三个伤兵, 而且三天之后, 我们在得甲又有一场重要的比赛, 诸诺课场对法兰克福, 我们两场都想全力以赴, 我们今天没有成功, 缺乏出一点运气, 但球输得也并非很冤, 更加饱受批评的是个别来比西球员的比赛态度, 对福德默赛后就指出, 个别球员完全换了一个人, 什么都没有展现出来, 没有态度, 我们没有借口, 这是灾难, 我们领袖球员现在要跟教练谈谈, 怎样才能令我们球员醒悟, 奥地利边风扎比策也表示, 我们必须狠狠地谈一下态度和热情, 我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已经这样做了, 然后在下半场的对抗中, 也展现出我们是有性格的, 但在第三个失球的防守上又孤态富萌了, 那简直就是悲剧, 拉比西的现状令朗一刻难投, 上赛季, 拉比西是半人之外, 唯一能在欧洲赛场, 勉强捍卫德加荣誉的球队, 身为欧, 占星军, 他们在欧冠小组赛, 二胜利平三赴, 遗憾的区军第三, 然后在欧连杯前后淘汰 马纳布勒斯和泽尼特, 本赛季, 他们又在欧连杯资格赛, 兢兢业业的连过三关, 闯入小组赛, 以来比西对待欧战的认真态度, 加上拉米克的丰富经验, 2011年曾帅沙尔克林斯山入欧冠犯决赛, 创造队史记录, 人们原本志望他们可以成为得甲赛欧连杯的领军球队, 没想到一出来就让人大跌眼镜, 当然, 输一场球不是世界末日, 何况萨尔茨堡欧连杯经验丰富, 上赛季还一路淘汰了皇家社会, 多特蒙尔和拉奇奥, 杀进了半决赛, 乐欧战经验, 一再折抵于欧贵资格赛, 的萨尔茨堡, 才是红牛西老大, 而来比西不过是小弟, 而且上文也说过, 来比西分族形式乐观, 另外两个小组对手不过是凯尔特仁和罗森伯格, 并非什么不可战胜的传统豪强, 只要发挥出正常水平, 来比西小组出现不成问题, 只是一纳尼克的固执, 以及来比西如此单薄的阵容, 继续这一样疯狂地轮化下去, 谁也无法保证球队哪一场比赛, 才能发挥出所谓正常水平。 继续这两个小组出现不成功。